本赛季的中超联赛的竞争可谓是非常激烈,目前来看前四名的郭安、恒大、上岗与陆能都有拿下冠军的机会。 虽然恒大在世界杯之后紧追猛赶,但是真正接近这一冠军的还是本赛季表现最为惊艳的北京国安队。 北京国安队本赛季一直延续强势表现,他们在上一轮的比赛中主场2比1击败了重庆司令队,取得了两连胜的同时,再次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3分。 在联赛还剩9轮的情况下,继续巩固积分榜领先优势,截止到目前国安队本赛季仅仅输掉了两场比赛,他们大有获得联赛冠军的可能。 国安的冠军像已经凸显无遗,而他们连战连结的最大法宝其实,并不是什么隐藏秘密武器,就从对阵重庆司令的这场比赛中就可以轻松地得到答案。 虽说思维是一支不折不扣的保级队,但是联赛到了收尾阶段,所有球队都特别拼命,尤其是对于保级任务兼具的球队。 本场比赛国安队跟以往一样,整场都很好的控制住了比赛的走势,全场更是67%的控球率完全压制住了思维队。 国安很快就在比埃拉的帮助下打开了僵局,并且国安还有扩大比分的机会,但是无奈的是前锋巴坎布,把握机会的能力差了些,要不然国安又将收获一场大胜。 即便随后重庆队搬回了一球,但是国安队就再次取得领先,进球的是奥古斯托。 本场比赛国安双合比埃拉与奥古斯托再次成为球队获胜的关键。 本赛季国安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全得益于他们两人的神奇表现,本赛季的国安队可以高居防守,主要还是因为自身强大的攻击力,即便防守丢了球,国安队照样可以依靠自身攻击力将比分超出。 截止目前国安队21轮比赛,打进了54球也是全中超之最,如果说本赛季的中超俱乐部中最具统治力的球队那无疑就是北京国安队了,依靠着强大的中场组和国安队可以游刃有余的控制住比赛的走势。 场军控球率与场军传球数高居联赛第一就说明了一切,经常看国安队比赛的球迷就会发现国安队的比赛是最具观赏性的,再加上奥古斯托和比埃拉两个稳定的外援攻击手,看起国安已经无懈可击,前锋给力,中场强大,这样的国安想不赢球都难,如果持续这样表现的话拿到最后的冠军自然也不在话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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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